所以其實它只是透過物件裡面放什麼公式 然後讓它自動填滿 那這邊AutoFill是向下自動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它Distination這是一個參數 它會是在這個範圍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將來如果說它總列數不是這個列數的話 那它只會填到這裡 所以以後這個數字應該也是要變動的 不然的話它將來這個程式 會跑到這個位置就停下來了 也就是將來如果資料增加 很抱歉它不會跟著增加 那其他的話同樣的方式 如果說你要修改什麼清除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同樣的方法點Slates有沒有 不過這個怎麼改比較OK 它其實是這一段 這一段是把D向下清除 這一段是把F向下清除 所以其實這邊用到是Ctrl Shift向下 這個好像基本上沒什麼辦法 算了就保持原來的 如果可以的話你再把它輕減一下 OK 好那可以透過錄製劇期 了解一下這個VBA的這個撰寫方式 那你會發現它裡面很多地方就是用物件 那最常被用到的好像就是類似像Range Range除了可以指哪個儲存格之外 也可以指哪個範圍 OK 所以這個Range好像在錄製劇期裡面非常容易看到 那其他因為錄製劇期是透過滑鼠鍵盤的動作 所以你也會常常看到有個叫點Slater 點Slater就是游標點選的哪一個儲存格有沒有 D2點Slater 實際上就是把游標什麼放在D2的動作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Ctrl Shift向下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向下 所以它是什麼 哪一個範圍到哪一個範圍 所以其實它這裡面有用到一個方式 就Ctrl向下 然後Ctrl向下就是END加AXLDOWN 點Slater的話就是Ctrl向下選取 所以這一行 那刪除的話就Delete了 Delete其實就是Clear Contents 清除裡面的內容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個兩個三個 那三個範圍就會被清除掉 所以你執行的話你會發現1、2、3 所以1、2、3 三個範圍就不見了 那這三個就是輸入公式 向下填滿有沒有 向下填滿滿快的 所以這三段假設以後呢 有些程式你不會寫的話 也有個方法 你可以有沒有 可以再自己錄製看看 再瞭解一下 其實還有有些地方其實還可以再修改 比如說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是輸入公式 那你想說老師 那這個輸入公式 跟你之前講的輸入公式 為什麼不太一樣 有沒有 我們公式本來應該是長什麼樣子呢 長... 我油要放這邊好了 給各位看一下 油要應該是長這樣子 但是你會發現 他把它放進來之後 變成像這樣子 那你會想說 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R跟C 那其實R跟C的話 其實指的是什麼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R的話指的是列 就是R C的話指的是color 藍的意思 所以藍跟列 那什麼叫負1 負1的話就是什麼 相較於這一藍的 左邊的話是負的 右邊的話是正的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應該是什麼 R是在同一列 同一列的話 同一列的話應該是第二列 所以第二列 藍的話是什麼 跟著你講 藍應該是左邊右邊藍 所以這個得到結果的話 就是它現在在第一嘛對不對 所以在它的左邊藍的話 那就是C 所以這邊有個負1 負1就是左邊一藍 我的意思 不過跟各位講 其實將來如果你看到 這個敘述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假設說老師 可是我看這個看得很痛苦 因為還要什麼負1 還要正1 還要多少的 那這個敘述 其實對於電腦來說 它比較能夠看得懂 但對人來說看不太懂 所以怎麼辦呢 你想說老師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直接幫我 把這個公式直接丟到這邊來 可不可以 其實跟各位講是可以的 那怎麼改 跟各位講 你可以試試看 像我的習慣這樣 我們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貼到這個公式裡面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說你要注意一點 因為如果你不是用 剛剛講的R跟C的話 那你記得 你要把FORMIDA後面的R1C1 把它Delete掉 這樣它就可以接受了 那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裡面 一樣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像它這邊一樣 必須要改成兩個 所以如果假設 你假設要把R1C1 像這個一樣拿掉 那後面的話就不能用RC 那用什麼 直接把這個公式 直接複製 貼過來其實就可以了 貼到哪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把它貼上 這樣應該就吃了 OK 我試一下 這邊的話把它執行 這邊先清除 然後這邊的話就執行 有沒有 你會發現OK 那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這一個最後一個公式 假如要把它改成沒有R1C1的話 我們一樣把R1C1拿掉 那後面的話一樣就是一串公式 然後我先把它改成 其實就是把那個公式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那這個公式的話 基本上 我們這個把它 剛剛把它清掉 我們拿這邊的 就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貼過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不過請特別注意 一樣的問題 前面有講過 跟VBA一樣 如果你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記得要把一個雙引號 要變成兩個雙引號 再貼過來 不然會出錯 像我現在如果說直接貼的話 它應該會出錯了 移開的話它會出現錯誤 原因是因為它看不懂說 這個雙引號到底是 VBA的雙引號 還是Excel的雙引號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先藉由那個記事本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那個什麼 我們這邊有個附屬應用程式 往下這邊工具裡面 有那個附屬應用程式 有個記事本 那你可以把記事本裡面 切上剛剛的公式 再利用編輯裡面一個取代 把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然後呢 按全部取代就好了 有沒有 一個就變兩個 然後呢 再把這個公式 切到剛剛的 這個位置 其實就ok了 天啊 貼在這裡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就是啦 不要用R1C1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 把它R1C1拿掉 但是記得 後面的話呢 如果有雙引號 一樣要把它變成兩個 那這樣如果把它清除 然後再輸出 理論上一樣是ok的 其實跟各位講 甚至 這個點FOMIDA拿掉也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突然發現 我把它delete掉 它run的結果 居然也是ok的 所以我把它delete掉 這個把它delete掉 點FOMIDA 這樣 其他沒變 所以也是三行 然後執行的話 先把就先清掉 然後執行 你會發現 這樣的結果是ok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執行的公式的效率 就變得比較好了 所以這邊提供給各位 參考一下 所以剛剛原來 所以我會把 這一段程式 一樣把它貼到 雲端上面好了 給各位比較一下 這個是原來的 第11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然後這邊的話 主要是修改哪些地方 各位再自行比較一下 主要幾個地方 像剛剛看到R1C1這邊 把R1C1拿掉 其實這個原來有R1C1 這個其實 點R1C1 其實是可以拿掉的 但是後面的公式 其實如果你要用 貼上我原來輸入的公式 而不是用它的R1C1 你們這邊有R什麼C中瓜弧-1 這個如果要改的話 改成這樣比較看得懂的話 那其實你就主要是這個 R1C1這個一定要拿掉 甚至把點FORMINA 這個整個拿掉都沒關係 也就是說 改的話其實就這樣改就可以了 你改完之後 你會發現 相對就清爽很多了 那當然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你要貼公式 就是一樣要把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雙引號 這個部分也都是固定的 OK 那這個是有關聚集錄製 跟修改的一些相關的重點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再來看 就是VPA的部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有把剛剛我改完的東西 貼到那個第11頁 雲端上面的第11頁 請各位試試看